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清净道论 第20-21 绝阴在这里泄露了佛教传销的秘密 泄露了天际 其实出家人出家接受供养 按照世俗的道理 就是壮渡了一部分世俗的享乐 以获得世俗人的可怜 世俗人有爱情生活 有天伦之乐 出家人都不能有 出家人只能是黄眷清灯 打坐修行 对于世俗人来说 这些全部是苦行 出家人通过壮渡这种世俗的快乐 来获取生存的必须资源 这就是古代印度三河大神 采用的一种躺平策略 躺不上高山 这就是一种躺平的策略 我们来看这一段 很有意思 自有欲以衣服等做布施者 他也就是比丘的心理 虽然很想要那些东西 但因为北于他的恶欲而加以拒绝 就是表演修行 装模作样 本来心理想要表面上又不要 等到知道了诸位居士业以笃性自己 看到那些居士都是撒居士 认知很低 就是非常迷信佛教 并且他们屡屡这样说 争者少欲 不欲接受我们的任何东西 如果他能接受一点什么 实在为我们的极大功德 就是这些迷信的居士 认为供养出家人有很大的功德 就是用这种投资的心态 这种利益 换取利益的姿态 投资一块钱 获得一百块钱的那种可求心 想供养生存 于是用种种方法表示 为了怜悯他们的愿望 而接受他们拿上来的上等衣服等物 此后便使居士们惊喜 甚至用车辆运送东西来供养了 就是说出家人自己很想要那些东西 但是要装着不想要 是为了可怜居士才收居士的红包 说我本来是不想要你们的红包的 看你们信那么沉 我不收 怕你们不开心 所以我就收下来了 你看这么有意思的 我们再来看 这里的一段 收了东西之后 还要这样POA居士 据信善男子 三世献钱 必生多福 极有信献钱 有所思之物献钱 有应思之人献钱 据信善男子 必生多福 你们便是有信者 并有所思之物在此 又有我是受者 如果我不接受你们的 你们便无福得了 然而我实不须持等东西 但为了怜悯你们 只好收受了 也就是说出家人是 众生的福田 我接受你的供养 是为你们赔福 你看这么多么不要脸的说法 绝音在这里就是批判这种庸俗的因果人 批判这种做法 其实这些话都是经文里面的传销套话 绝音批判的正是经文所记载的 套在乔达摩身上 乔达摩正是这样的人 这是经文里面的常见话 即使是现代社会 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 不管是哪里的生人 都是用这套说辞来给居士洗脑 这些说辞来自哪里呢 还是来自佛经 所以说绝音批判的这些事情 放在乔达摩身上也是用 乔达摩也是这样装模作用 预据怀疑 通过表演修行 装圣人来获取大家的追随 就是一个大神棍了 我们再来看中部第135经 就是这种庸俗的英国论 就是来自佛经 绝音批判的东西 全部来自佛经 我们来看小叶分别经 这里就是说 婆罗门 学生婆罗门 这里某一类女子或男子 对沙门或婆罗门 成为食物饮料 衣服交通工具 这些等等的私欲者 就是说供养婆罗门和沙门 供养我们出家人 他们完成了这些供养之后 死后就往生善戒天戒 身体崩戒 就是死了之后 能够获得种种这样的福报 我们再来看 真知故的经文 这一段更有意思了 就是说乔达摩在这里 骂某一类居士 具有五种特质 这五种特质中 有一种是从这里之外 寻求值得供养者 也就是说 在佛教之外 在佛教的身团之外 寻求供养者 就是说供养其他人 不供养佛教徒 不供养佛教的出家人 这是恶劣居士的一种特质啊 你具有这种特质 你就是恶劣的人 就是由婆塞里的詹托罗 也就是说 就是在家人中的贱人 这个詹托罗就是最下贱的人 也就是乔帮主在这里的意思说 不供养乔士传销团队 供养其他传销团队 供养其他教啊 这些就是最下贱的人 在这里 菩提比丘 为了防止大家不理解 特地把这个 从这里之外寻求值得供养者 进行了注释 菩提比丘说 That is outside the Buddhist monastic community 就是说 供养佛教身团之外的团体 这就是居士之中 最下贱的人 就是强德摩在这里 诅咒那些不供养佛教身团的人 这是真知部第175经 大家可以去看 中文翻译的不清楚 英语菩提比丘进行的注释 意思很明显 我们再来看佛教的戒律 八律律障 波语提42 就是做这种事是示范范戒的 任何比丘 无论对裸形外道 或变形外道男 或变形外道女 若亲手给予 绝食或 诞食者 波语提 也就是说 侨帮主不仅诅咒 在家人 布施其他身团 他就诅咒 而且也禁止出家人 布施外道的修行人 也就是说 那时候的宗教团体之间 是彼此仇恨的 不像现在 净空法师那种 强调宗教的大融合 强调所有人都是和睦 和解 在当时 乔大摩 他是搞竞争的方式 大家彼此竞争 禁止出家人 供养外道 也禁止自己的 比丘 供养外道 就是这种狭隘的心态 就是2500年前 那个印度 所谓的修行界的竞争状态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种狭隘的 人有所谓的 天洋 陈和旦 让那种狭隘的 也不如 如果哪些 我们是这样子